蔡元村村民在八鄉重建新村 不過通去新村的路就被阻 村民說政府和鄉議局說過路權的問題已經解決 元朗民政事務處就說 去年年底收到求助 已經和有關團體開了三次會 商討路權的問題 他們會繼續去調解 元朗元江新村這條路 是通去蔡元新村的唯一一條路 蔡元村居民宣布動工建屋之後 有人在路口樹起鐵柱 大型車進不了村 那裏還有告示牌 警告私人土地不得亂闖 村民說鄉議局曾經說 已經解決路權問題是騙他們 我們想著我們會安居樂業 我們想不到為何來到這裏這麼慘 如果這班人沒有辦法 安頓好自己重建家園的話 我們的政府鄉議局 就再不能夠取信香港人 現在蔡元村的村民仍然住 在這些臨時搭建的總管 有一個村民就說 由於住了近兩年 谷底每逢打風落雨 已經開始流水 不能夠再住這麼久 蔡元村受到高鐵工程影響 要在八鄉重建家園 鄉議局主席劉皇發曾經說 業權人容許蔡元村村民 免費使用道路 減謝一位善長 慷慨地同意 把路權賣下 再堅備鄉議局 對蔡元村的村民來說 我相信這個安排 是最好的賀年的禮物 有份滑船的八鄉鄉委會主席就說 那條路涉及十幾個業權 蔡元村村民不肯承擔日後的維修費 這條路由玄江新村和大窩村的村民 合資來興建這條路 以我所知 那條路已經動用了差不多接近一百萬元 但是無奈 這班蔡元村的村民實在太刁民 就說我們要強行進入去使用 這樣激怒了那條村的村民 所以當晚會議是不歡而散的 蔡元村支援組晚上發表聲明 或一直願意將原本五十萬的路費 用在玄江新村和大窩村的公共用途 支援組期望曾憲強承諾 只要村民肯給五十萬 建屋工程就不會受阻 無線電視記者 陳嘉欣報導